环球新左营车散店 4月9号盛大开幕 首度独家找来 日本知名潮流卡通人物 豆腐人开场热舞 并由贯德集团董事长 以及高雄市长陈菊 进行开幕仪式 5 4 3 2 1 张 破例 环球新左营车散店 正式起床 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当中 到这进驻之后的话 我相信能够获得在地乡亲 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和爱护 我们愿意当作一个 高雄市民的一份子 来营运这个店 希望能为高雄市 能够带来更多的生活 很丰富的一面 让我们来获得在地 给我们的支持 第一座百货公司 以三铁共购为基地 看准了南子区 与左营区人口数高达36万人 以及三铁大量运载人潮优势 开创出更便敏的购物空间 这个地方当然未来 因为三铁共购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 人气包括人流 最积极的地方 那一方面我们在铁路地下化 一方面我想未来高雄 所有的交通 新走一站就是一个重点 那我想今天 整个环球购物中心在高雄 那对跟台铁合作 我们认为很好 让这个资产能够更活用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期待 每一个空间都不浪费 那我们希望 所有的市民朋友 能够支持我们 大家多多到我们环球公务中心 环球星左营店 以海洋之都高雄为出发点 打造船舱造型的创新空间 期望带给南台湾的民众不同的购物乐趣 接着郭俊廷高雄采访报导